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2186集 还可以吧 没听说他做过什么十恶不赦的事 而且据说他们村子里面的村民都很感激他 说是没有他的话 库景村不会建设得那么好 村民们也过不上那么好的生活 张凡听后若有所思的点头 有个时间呢 自己还是要到那个库景村里面转一转的 大概在下午一点半 三个人吃完了饭 都喝了一些酒不能开车 所以打了个车子去往平山市公安局 经过欧阳和李松两个小时的描述 那个从金三角地区逃走的汉原族人画像终于完成了 然后公安部门便开始了对比 根据画像的比对结果 最终确定了此人的姓名还有住所 此人名叫冯江河 现在住在平山市东郊的一个叫做冯冯筷子酒店的宾馆里 张凡带着李松和欧阳一起去了那个宾馆里 宾馆的入住信息是直接连接公安系统的 所以张凡知道他就住在四楼四零八房间 张凡并没有让李松和欧阳上楼 而是在宾馆外面等着 毕竟二人身上并没有临时来遮蔽气息 张凡怕被对方感应到打草惊涉 他直奔到四零八号的房间门口 轻轻地敲了敲门 谁啊 服务员 今天宾馆里面有活动 给每位住户免费提供一份下午茶 张凡故意准备了一份蛋糕和一份饮品 目的便是让里面的人顺利把门打开 不想把人家大门给破坏 闹出过大的动静来 不要 走吧 看来这个方法不行啊 张凡只好是硬闯 他把手放在门把手上 用力地一掰 那索心纵然被张凡拧断 紧跟着 一把把房门推开 里面的人感应到张凡体内三发的真气 豁然起身 向着窗户的位置窜去 可得有伤在身 速度和张凡相比慢得太多了 他刚刚跑到窗边 张凡便已经抓住了那人胳膊 对方下意识回头 两人四目相对 此人正是风将合 他努力地想挣脱张凡的手 可得实力本就不如张凡如今又受了伤 怎么可能办得到呢 张凡的手往后面狠狠地一蹬 风将合重重地摔在地面上 腹部伤口位置移除了大量鲜血 风将合强忍着腹部的痛苦 挣扎着站起身来 你 你是谁 你为什么要为难我 张凡并没有回答 给李松发了个微信 很快李松和欧阳便出现在了门前 看到两人之后 风将合瞬间了然 原来是你们 风将合瞳孔一缩 欧阳笑道 是啊 好久不见了 这样 我不再对那个负伤动手了 你们放了我如何 我说到做到 这事你就不用想了 张凡此话一出 风将合瞬间把目光偷了过来 你 听说你是从金三角地区的 汉原族逃出来的 风将合文言 目光闪烁 不肯回答 见风将合这样 张凡笑道 我恰好知道 追捕你的人身处何处 要不我直接把你交给他们 也省得他们再麻烦了 说完这话 张凡直接便站起身来 李松 把他带走 文言 李松快步朝着 风将合的方向走过来 风将合顿时便慌 上了事了 别别别 先生 你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想跟你了解一下 金三角地区汉原族的情况 就这么简单 当然不会 同时还要帮你绳之以法 从风将合的面向来看 风将合并没有人命在身 可他之前却操控恶鬼 敲诈负伤 虽然是尾随 但是依旧是违法行为 而且如今 风将合是缺钱的状态 他想要弄一笔钱 然后再逃往海外 如此一来 他是早晚要害人的 为了防患于未然 不如直接把他给绊进去 让他伏法 听到张凡的话 冯将合眉头一臭 又不肯说话了 我这是在救你 把你绊进去 在那里面待几年 总好过被你的族人给抓住 到时候碎尸万段 魂飞魄散得好 张凡简明额要地 说出了其中的厉害关系 面对强势的张凡 此刻的他没有退路可走 就好像张凡说的 配合张凡总好过 被族人们抓到 按照族规 他是要被灵池 打散魂魄的 好 我说 金三角地区 到底有多少汉原族人 我也不清楚 你不清楚 对 我真的不清楚 十五年前 我们整个汉原族 是一支队伍 那时候一共八十多人 好像不到一百人 随着时间退役 聚集的汉原族人 越来越多 慢慢地就产生了分歧 五年前 族中发生了内乱 然后分成了三支 我只知道 我身处的 那个族群里面的 一些情况 另外两支的 我就并不清楚了 你也看到了 我的实力不强 即便有人 查到另外两支族群的情况 也不会告诉我的 张凡看了眼 凤江河 金三角地区的 汉原族人 因为动乱 化成了三支 这一点 张凡倒并没有想到 突兀的 张凡想到那个 已经拥有 具体的真严恶鬼 他和他的族人 在秦峰宗里面 饱受排挤 但却依旧 赖在秦峰宗里面 不走 这或许 跟金三角地区的 汉原族人 化为三谷有关系 就是不知 他属于哪一支呢 那你就跟我说说 你身处的这支族群 都是什么情况吗 我们这一支的 最高领导 叫做枯荣 一听这个名字 张凡眉头一簇 下意识轻声嘀咕道 枯荣 站在一旁的李松 眸光同样是闪烁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给你带到许可欣向